美国其实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有色人种的比例 快要接近一半了 而在有色人种当中 有很多都是出生率很高的 还有很多就是移民 美国的移民不论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都非常多 所以它的人口的成长 一部分来自于移民 一部分来自于就是这些移民的出生率 跟其他有色人种出生率 比它的传统的白人要高 所以这是美国出生率高的重要的原因 那中国拉罗它是一个单一 那儒家文化有什么跟出生率做对的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儒家文化呢 强调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在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里面呢 妇女呢通常都要操持很多的家务 操持很多家务呢 可是现在的社会呢 又不容许单亲家庭来维持家庭 所以要双亲去工作 双亲工作的时候呢 男女都去工作 但是呢女又要组内 所以妇女在这边觉得非常的劳累 劳累不堪 所以她不愿意生小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儒家特别重视教育 那以色列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她的周边都是敌国 所以她要维持她的国力 她必须要让她的妇女多生小孩 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 所以他们说 他们要在以色列 把大屠杀杀掉的这犹太人 再生回来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 他们 法国它原来也是严重的 出生率低落的国家 美国是从高分率往下降 对 而且下降速度蛮快 而且它的出生率 一直比德国高很多 对 法国是 1.83 1.83 对 它其实这是总和生育率 它是在先进国家里面 出生率最高的 但它原来曾经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你原来看它 比那个美国低很多 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老师 在出生率的部分 最近其实是一个 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包括了 尤其是在南韩的部分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南韩 就是他们自己也宣布说 他们的出生率又创更低了 2023年出生数는23万名으로 前年��다1万9200명이 줄어 7.7% 감소했습니다 합계出生率은0.72명으로 前年의0.78명에 비해 0.06명 감소했습니다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已经降到0.6 我觉得这个数据 其实还蛮吓人 就是它历史上的最低 去年一整年降到0.72 那比前一年的0.78 都还要少 甚至联合国有预估说 可能到2100年的时候 韩国人口只剩下一半 其实这样的数字 也有在那个 中国大陆他们智库的 育蛙人口研究当中 也是认为说 可能到2100年的时候 他们中国大陆人口 甚至比美国都还要少 那我们在内政部的 最新统计上面 我们也是几乎都是 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老师那这样子的现象 到底怎么办呢 那我看最新的统计当中 到底有哪些地方 它其实是出生率很高 那哪些地方 出生率都非常的低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越文明 经济成长的这个程度越高 人民越富裕的地方 它的出生率越低 越落后 越贫穷 它的幼儿成长的机会 越少了国家 它的出生率就越高 就是全世界都是如此的 所以看到 非洲的出生率是最高的 因为非洲这个地方呢 你要把小孩养活 长大成人 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们出生率 到六点几 但是呢 欧洲呢就很低 欧洲只有1.5 当然相对于南韩来说 还是还蛮高的 就国家来说的话 还是非洲的国家 出生率最高 像尼尔6.7 而最低的国家 像刚刚讲的 南韩 台湾也跟它 不相上下 所以 你就看到就是 最明显特征就是 这种危险 落后 幼儿的存活率 不高的地方 出生率最高 因为 它想办法 让它的人口 还能够绵延 所以 它为了对抗 过高的死亡率 它必须要生更多小孩 而那种 经济已经很繁荣 富裕 人民都很健康 健保制度都很完善 的这种国家 它没有这些顾虑 所以它的这个 出生率就很低 老师 可是如果以这样的 标准来讲的话 像美国 它其实经济很稳定 发展得很好 然后整个国家 是发达国家的状态 那中国大陆 它其实是开发中的 国家的状态 那为什么 美国的这个 就是它的出生率 还比中国大陆 还要高呢 美国其实 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有色人种的比例 快要接近一半 而在有色人种当中 有很多 美国呢 都是出生率很高的 还有很多就是移民 as you know over 70% of Asian Americans they are immigrant they are immigrant families and for the Korean Americans about 60% first generation Korean Americans and 40% the second generation so immigration pilacy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美国的移民 不论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 都非常多 所以 它的人口的成长 一部分来自于移民 一部分来自于 就是这些移民的出生率 跟其他有色人种出生率呢 比它的传统的白人 要高 所以这是美国出生率高 重要的原因 那中国大陆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种族 所以中国大陆呢 它本身没有受到很大的这种 来自于移民的这种好处 所以应该是说美国它这个国家 它的人口结构 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 所以它算是一个特例 对 所以它最近的这种劳工的成长 也看得出来 就是它非本国的劳工成长 大概占了一半 本国劳工占了一半 所以事实上 美国的这种人口结构呢 对它出生率绝对有帮助的 老师 因为在全球人口统计 有几个单位 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美国中情局CIA 他们固定会发这个世界概况 那从这个世界概况当中 我有做一个表 就是大致的主要几个国家 它相比的出生率的情况 然后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们就是台湾 日本 南韩 中国 跟美国在人口结构上面 也有什么样的现象吗 你看出生率啊 台湾 日本 南韩 都在0.7 0.69之间 对不对 0.7的上下 那美国是1.2 中国是折中 0.97 而在这个当中呢 你看到就是死亡率 台湾 南韩 中国 美国都差不多 都是0.8 0.78 0.73 日本特别高 1.17 所以这些国家里面呢 日本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其他国家呢 像台湾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但是因为台湾本身呢 出生率太低了 所以死亡率并没有很高 但是也高于它 南韩也是一样 南韩的这个死亡率0.73 但是很低了 但还是高于出生率 只有日本特别 它的死亡率高于它的这个出生率这么多 为什么日本特别发生这个现象呢 因为你看这里面这些国家 六十五岁以上的 台湾百分之八 南安百分之八 美国百分之八 中国百分之四 中国还算比较年轻的国家 日本呢 百分之二十九 这就是它死亡率特别高的原因 因为它的老年人口太多了 所以老师我们未来这些国家 都会往日本这个方向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老年化 日本是最先进的 其他国家都在追随它 但是呢 在观察这个出生率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一个现象 台湾 日本 南韩 中国 都是相对偏低的 那中国 0.97 那是因为它还有一胎化的时候 在一胎化之后 就应该降下来了 因为它一胎化之后 出生率反而降低了 那美国 1.2 我们刚刚说跟它这个移民有关 但是有人指出一个原因 他们说其实在亚洲 亚洲的出生率并不是很低 我们刚刚说最低是欧洲嘛 但是为什么这几个国家 在亚洲的特别低 他们说因为这些国家 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会觉得说这两个 有点难连结在一起 那儒家文化有什么跟出生率 做对的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 儒家文化呢 强调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所以在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里面呢 妇女呢 通常都要超时很多的家务 超时很多家务呢 可是现在的社会呢 又不容许单亲家庭来维持家庭 所以要双亲去工作 双亲工作的时候呢 男女都去工作 但是呢 女又要组内 所以妇女在这边觉得 非常的劳累 劳累不堪 所以她不愿意生小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儒家特别重视教育 这个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普遍的 全世界大概只有两种文化 特别重视教育 一种是儒家文化 一种是犹太 犹太文化 而儒家文化因为非常重视教育呢 所以不论是台湾 还是日本 还是南韩 升学主义都非常可怕 尤其南韩特别可怕 如果升学主义非常可怕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你要养一个小孩 让他受教育 你的负担非常的沉重 像台湾呢 从幼稚园开始 就开始要补习了 然后小学要补习了 中学要补习了 甚至大学还要补习 考研究所 或者准备出国 所以一个家庭 他在子女教育上面的花费太高了 高到他觉得 他养这个子女的费用 实在是他难以承受 所以他不会生太多小孩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呢 儒家文化呢 反对非结婚生小孩 对不对 我们觉得一个妇女 没结婚就生小孩 我们觉得很不道德 这种就使得 非婚生子女变得很少 而这个在其他文化里面 是没有的 也不论是美国啦 或者是别的国家 都没有 所以这三个原因 就使得儒家文化之下 他的出生率普遍就不高 老师可在教育程度 很讲究的 老师说其中一个就是犹太 可是我看以色列人 他们的出生率 其实很高 到2.54这么多 就是高于这个 就是世代更迭的2.1之上 那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特别 以色列的处境 有点像非洲的国家 对不对 非洲国家为什么要生多小孩呢 因为他常常饿死啦 或者饥荒啦 或者怎么样 养不活 或者健康医疗不够 那以色列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周边都是敌国 所以他要维持他的国力 他必须要让他的妇女 多生小孩 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 所以他们说 他们要在以色列 把大屠杀杀掉的这犹太人 再生回来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 他们全民皆兵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人 来打仗 保护国家 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 放在他的文化里面了 他的文化就是鼓励多生小孩 不但鼓励多生小孩 而且鼓励要找婚 所以他们通常呢 25岁就结婚了 你把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呢 出生率就会很高了 好像还是说以色列 他们有没有在一些 例如说社会安全网 医疗补助 有 或者是相关的政策 家庭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参考 对 当然这个也一定要有 就是因为你要鼓励 这些家庭生小孩呢 你除了你这文化背景之外呢 你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就是让他觉得他养育小孩呢 不是一个负担 不是一个重担 他可以承受得起 要怎么样承受得起呢 因为养育小孩的几个负担 就从生育开始 然后托育 托儿 然后幼儿园 然后小学 然后中学 大学 尤其在前面这阶段 就是生育之后 到托育 到幼儿园 这个阶段呢 他的花费是蛮大的 所以在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开始介入 帮他把这个负担减轻 以色列的确是这样做的 然后呢 再进一步就是 当这个小孩呢 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呢 如果要回去工作 他的职场呢 对他的待遇 会决定他要不要回职场 或者他愿不愿意再继续生小孩 所以通常呢 他就会得到很好的育营价 甚至他可以减少他的工时 而且呢 他政府应该会鼓励 就是在职场里面呢 对女性的工作呢 要给予适度的尊重 所以这些 也这些政府都做了 所以他就会使得 一般的妇女觉得 他养一个小孩 养两个小孩 或者养三个小孩 他负担没有那么沉重 但是呢 他的很多的福利可以增加 同时他又可以让他 不会有在工作上跟家庭上 这种双重的负担 所以他们就愿意多生小孩 所以这是一个 要同时兼顾好几个角度的 一种政策 令和5年の1年間で 出生数は75万8631人 で括弧最小となりました また婚姻数は48万9281組 で戦後最小となった という結果であったと 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このため 昨年末に取りまとめられました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いて 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増やすこと 社会全体の構造や意識を変えること 全ての子ども子育て世代を ライフステージに応じて 切れ目なく支援すること これらの3点を初白に据えまして 全例のない規模で 少子化対策の強化に 取り組んでいくこととしております 好 我们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就进入高齡化社会 所以日本就推了很多相关的 鼓励妇女生小孩的政策 那南韩其实最近还有说 你只要生一个新生儿 我现金的补助 每个月给你750美元 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就是大概换算是 2万多台幣 然后台湾的部分其实也是 就是每个月给补助之外 那现在因为 针对晚婚的部分 不孕症的比例比较高 我有提供这个相关的补助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政策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 东亚国家来讲 都没有什么效果呢 同一个就是 这些政策 既然没有发生效果 基本上它们是无效的政策 就是你单纯 从当给它潜见性上来说的话 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 一个妇女决定生几个小孩 或者不生小孩 或者不结婚 它有很多因素的考虑 你现在只有发给它 潜见事情 这个绝对不是 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这样做的话 你需要从好几个层面下说 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法国 法国它原来也是严重的 出生率低落的国家 老师这个是世界银行的资料 就是法国是蓝色这一条线 所以它相较于美国跟德国来讲 其实出生率都会比较高 就是它过去曾经有一段高峰 这是可能全球大家都高 然后低下来之后 它其实都很平缓 甚至还有在2000年到2020年之间 还有微幅的往上升 它的情况至少比美国好 对不对 美国是从高峰值往下降 对 而且下降速度蛮快的 而且它的出生率 一直比德国高很多 对 法国是 1.83 1.83 对 它其实这是总和生育率 它是在先进国家里面 出生率最高的 但它原来曾经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你原来看它 比那个美国低很多 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做的事情 其实一方面当然就补贴了 就是有生小孩的话 就会有补贴 另外就给它休假 还有呢 就是它有一个早期的保育系统 还有它鼓励 非婚生小孩 它就做这几件事情 但是它已经比刚才南韩日本 做的事情要多了 它不是只发钱而已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 这个出生率提高呢 其实把它跟以色列 合在一起来看 再加上我们的儒家文化的不利因素 要怎么做呢 头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出生率降低的头一个原因 就是不结婚 还有晚结婚 台湾现在结婚的年龄 平均年龄已经到30岁了 到30岁的时候 其实它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很多了 所以以色列才鼓励 他们在25岁前叫结婚 所以不结婚或者晚婚 这个因素你必须要排除掉 那我们国家有做任何事情 来排除这件事情吗 排除这个问题吗 我们有鼓励人家结婚吗 有鼓励早婚吗 没有听说对不对 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 像以前呢 还有救国团 它办很多暑期的战斗营 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男学生 女学生去参加 就会在这里面会认得一些朋友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家庭 今天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今天就是一个男学生 一个女学生 就自己默默地去读书 升学 然后毕业去工作 就这样 根本没有人文问 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对象 要怎么样去结婚 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政府不管 家庭通常也不太管 也这样说 我的小孩不想谈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管了 所以头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去克服 不结婚或者晚结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要克服的 就是家庭里面的家务的负担 如何能够更平均一点 要逐渐改变的观念 就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 而是两个人都主外 而两个人都主内 所以家务要平均分摊 让这个女性呢 不会觉得 还因为她去工作 要照顾家庭 要照顾小孩 要养小孩长大 她负担那么重 要让她不觉得 她有这么额外的负担 这是第二个 要改变的 很多迈入婚姻的人 步入婚姻的人 她们可能牺牲了 尤其是很多女性 她们牺牲了自己在 事业上面的发展 她们可能牺牲了自我 但是她们并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回报 或者是她们没有得到 应该有的一个 幸福美满的一个生活 这样子的 所以就有很多女性 她们其实先算了一下数学题 好像结婚没有那么划算 那我们就先不要结婚 另外就是自己 其实这个时代 自己把自己活得很好 也是蛮辛苦的事情了 这三个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生学主义 但是呢 我们可以尽量的 把生学的成本降低 怎么样降低呢 当然从托儿幼儿的费用开始 如果托儿幼儿的费用呢 全部都由国家来负担 这时候至少 她在六岁前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到小学之后呢 如果你能够让小学教育 它的效率提高 水准提高 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提高到北欧的程度 这样北欧 如果你了解像芬兰这样的教育的话 它不会有小孩 要另外想办法去恶补 来提升自己 如果你把小学的教育的效率提升的话 她的这种 生学的歪风至少可以减少很多 甚至可以完全消除掉 然后在这个同时呢 就碰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当这个家庭妇女 她到职场工作的时候 她在职场会因为 她生于小孩而受到歧视 因为台湾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很深 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职场可能还很歧视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 妇女工作人员 因为她生产 所以她要休假多久 然后她要去照顾她的小孩 结果她的工作就因此 就拖累了 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的运作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 不喜欢 你必须要克服这一点 就是要让职场里面 这些企业的不论是雇主 或者她的同仁 要非常高兴看到 一个妇女她要用于生产 而且要给她各种各样的补助 甚至让她觉得 她生产以后得到好处 比没有生产还要更多 所以职场里面的这种 环境 气氛 态度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下一个因素 跟她相关就是 如果这个家庭妇女 她小孩在托育 在幼儿园 在成长婚人当中 她还要每天 要把她千里条条 送到一个幼儿园 在千里条条赶到 她的办公室去上班 下了班要再赶到那边 去接小孩 然后再回家 会非常的辛苦劳累 所以如果她能够 在她的办公室的地方 里面或者就近 就已经设了托儿所了 她可以在这边就 就近照顾她的小孩 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时候呢 她就比较愿意 带这个小孩 让她能够跟在她的身边 如果这些都能够做到 你说一个妇女 她原本也生小孩 这个可能需要 花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看 其实最难改的 就是文化的观念 就像非婚生子女的部分 我觉得以亚洲的国家 非婚生子女 这个部分我没有触碰 因为这件事情 的确对我们的文化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但是我只是一个因素而已 对不对 那个比例也不会很高 老师那如果晚婚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大家要提早结婚 其实不太容易 是因为我念完书之后 在工作 我们都有自己的追求 可能想要结婚的时候 已经过了那个生育的期间 如果政府针对 例如说我们在25到30岁之间 我们就先去动软这样的费用呢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这个部分 其实有些国家在做了 我们事实上也在考虑这个事情 但是我总觉得 不如母亲亲自生下小孩 那么自然 而且会有更多的温情在里面 那说这些事情 要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倒不必 这事实上在于做与不做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我觉得给它一年时间 大概都可以完成 比如说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文化 要看你政府是不是要去干预 比如说现在 有一个企业 这方面做得很好 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大家想往 不是因为它里面薪水高 而是因为它可以顾虑到 不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的员工 它的种种的需要 因为是员工福利 所以在费用的部分 我们大概跟房间 跟我们品质相近 然后收拖时间相近 我们大概又会带自己的收六到七层左右 收拖时间完全符合员工的作息 早上七点就开 员工可以安心拖到晚上八点 台积电既然成为台湾大家的最肯定 最重视的一个范例 那如果像这样的文化 能够普及到全国所有的企业的话 它绝对对于出生率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政府能不能做事情 可以 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它不论是鼓励 或者宣传 或者是给予各种评奖 平等 甚至对于这个妇女 这个态度不好的企业 加以惩罚等等 都可以做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就是让一个工作的妇女 她完全不觉得 她因为生小孩 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或者说任何不好的影响 反而会有好的影响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国家要这样做呢 其实像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面向 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做到 以色列做了一部分 并没有全做到 所以真的全做到的话 你的花费也许反而没有那么大 但还有一个就是居住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推社会住宅 假定社会住宅将来呢 我在推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规定 有一半是给一个小孩的 有一半是给两个以上小孩的 没有小孩的根本就不准申请 这也不是不合理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有小孩的负担比较大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其实要解决我的居住问题 我也应该生小孩 对不对 而且越早结婚生小孩 我越早可以得到这个社会住宅 也许会他愿意比较早结婚 这事情难做吗 不难做啊 因为社会住宅本来是政府的一个福利政策 政府有权决定他如何处置 他说处置的时候 我是这样处置的 我一半是一个小孩的 一半是两个以上的 或者两个以上这里面又有一半是三个小孩的 那就会使得更多人来源生三个小孩 所以你从这些大家最关切的 最重视的面向下手的话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难事 老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认为说全世界人口太多 所以我们人口开始快速的减少 其实是一件好事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像我们这些国家为什么都这么的忧虑 是因为他会看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息息相关 对不对 对 因为人口到底多少是太多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世界问题今天绝对不是人口太多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制造太多温室气体 所以现在呢 你如果能够让一个国家呢 它的人口维持在一个固定水准 就是它的出生率死亡率 正好可以相当 让它始终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准 维持在固定水准的好处呢 就是 它的人口的变化 不影响它的生产力 不影响它的经济成长 而且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它的人口的替换 也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比例 比如说有多少人会进入劳动年龄 有多少人会退出劳动年龄 有多少人要领退休金 有多少年轻人在养活老年人 这个比例都固定了 所以就会使得这个国家的运作呢 就进入一个常轨 它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影响 所以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国家的运作 但是人口现在就变成一个完全无关的因素 在这个情况之外呢 最坏的情况就是人口不断减少 人口不断减少呢 当头一个就是它的劳动力逐渐在减少 所以会使它的生产力在萎缩 所以它就会使得它的整体的国民所得就下降了 这第一个 就经济衰退了 就日本的这个长期衰退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太早就出现这个出生率降低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太多人退休 而太少人进入职场 所以要养活这些退休人口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负担的这些退休人口的比重不断地升高 这个升高呢 就使得他压力不断加大 而这个压力不断加大呢 当然就会使得一方面就是 他的退休金本身的来源可能慢慢缩水了 一方面就会使得这些人 他的工作动机就不如过去了 这是另外一个后果 还一个后果呢 就是根据调查 年纪越大 创业的精神就越低 所以平均年龄每上升3.5岁 就会减少2.5%的创业精神 所以日本以前是一个 有很多专利 很多发明 很多新产品的国家 但在过去这20多年 你有看到什么新发明吗 没有 你看到不论什么半导体 或者什么新的设计都没有 因为他的国民已经没有创新能力 没有创业精神 老师可是其实 例如说老年化人口会不断的增加 其实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为医疗越来越进步 这个老年化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变成是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我要让人口能够平衡 就是在2.1% 我们这2.1%左右的这样子才是世代更替 那我就变成要把出生率的部分拉高 才有办法跟这个老年化人口的部分 有一个平均嘛 那问题就是 那这样除了我要拉高这个出生率的 这个人口数比例之外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年人口的部分 如果要解决退休金的问题 所以延后退休年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其实延后退休年龄本来就符合 目前的人类的状态 因为现在我们估计就是 人类寿命逐渐就会超过100岁 逐渐超过100岁表示什么事情呢 那表示你在60岁的时候 其实还是壮年 因为过去呢 如果年龄是70岁 可能50岁就已经老朽了 那现在年龄是80岁 可能到60岁 可能已经状态比较差了 那如果年龄都已经普遍以上100岁的话 那你到60岁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很有活力 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退休呢 所以延迟退休年龄 跟人的这个本身的生理状态 应该是相符合的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为了财务压力 即使单纯是因为 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在拉长 你也不应该让退休的生活 它的时间太长 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跟退休制度有关 如果退休制度都是 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 个人账户制 就是我的退休的收入呢 是来自于我每个月 存入的这些金额 这个时候呢 你什么时候退休 其实无关情要 因为你延迟的时间越长 你的这个个人退休金额 累积的越多 表示你将来生活越好 所以退休制度如何合理化 本身也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跟这个问题 同时探讨的事情 并不只是说 我延长退休年龄 来克服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因为这不是一个 那么单纯的问题 那我看延长退休年龄 其实受到很大的反弹 光是那个马克宏那时候 他的主张 就是法国就已经开始大暴动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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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其实这几年 一直在讨论 可是目前的两会看起来 他们就是不敢强制的推 我要把这个年龄延后 所以这未来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像刚所说的 如果你能够把退出制度合理化 变成个人账户制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抗争 今天有这样的抗争 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N级制度 就是你只要到这年龄 我就给你钱 那现在呢 我到这年龄你不给我钱 你还要过五年才给我钱 你表示你对不起我 你亏欠我五年 对不对 所以这是退休金 它本身的精神 如果这个退休金 就是过去我个人努力工作 然后结余下来 存在当中的这个钱呢 那这个钱呢 跟我什么时候退休 是没有关系的 我早退休 那么我这个账户就很少 我将来能够获得的 就跟着很少 我往退休 这账户里记得非常多 我也没有吃亏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 因为今天我们普遍流行是用N级制 就是你只要到了哪一个年龄 我就给你多少钱 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 所以我只要延后一年 我就损失多少 延后五年我损失更多 才会予抗争 如果以后可能就是提高 所谓的个人提拨 跟公司提拨的部分 那我可能在退休的时候 我可能不设那个退休年龄 我就会想说 我这个时候退 我的这个户头当中 钱足不足够 我维持后面这几十年的生活 对 变成你自己在规划 老师那除了移民 像美国台湾 其实都是移民人口 所以让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所谓的出生率 大于死亡率 那未来如果例如说 像AI或者是自动化 是不是可以取代 这部分的空缺呢 AI的这个发展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敢确定 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会知道 它能代替很多 目前我们人在做的工作 可是呢 它可能会创造出来 很多我们过去 没有想象过的工作 所以在这样一个 技术大转变的时候呢 那这转变呢 是增加你将来的工作人口呢 还是减少工作人口 我想目前不能定论 所以我觉得 也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每一个人 现在需要思考的就是 当你进入这样一个 新的技术的时代 你跟这个技术呢 本身呢 是相融的 或者是相识的 如果你能够让你 跟它相融 变成你有它的配合 让你的工作能力 更提高 或者因为它的配合 也发展出来新的工作 这时候呢 你就是将来的获利者 相反的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将来它都能做 而你不想转换工作 那你准备就被淘汰 所以每一个人这个数呢 他真正应该关切的 是他自己该怎么做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 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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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 感谢观看